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的一週兩見 我是信佈主持Fiona 在我身邊就是信佈高級發展,雖然是Ricky 大家好 Ricky,你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同呢? 就多做天套嗎? 是啊,這個天套是新衣服來的 哦 趁著淘寶TML雙11的時候賣回來的 嘩,真的很有錢啊 那我是淘寶雙11買 就證明我是一個省家的小姐 還是買退款錢給你啊? 不是,我是今天特意做這件事 我想告訴大家,KIM這個這麼好的成績 就說他成交價是有4900多億元的成交價 始終呢,我都有貢獻了少少部份的 是一個零首來的 但是好啦,雖然就說這個購買錢就成績很成功 但是最近就始終都受到一些 內力的一些政策反壟斷子的影響 但是始終我們經常都說 看好新經濟股廢除了疫情受惠股之外 都是覺得它是改變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 那Ricky,你又怎樣看呢? 不如這樣問吧 在今個星期,阿里巴巴跌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你有沒有趁機投貨呢? 當然沒有啦,因為沒有錢買的 除了沒有錢買的原因之外,你怎樣看呢? 正常來說,我覺得新經濟股跌下來是應該買的時機 因為始終都是,正如你所說的,改變未來 對不對?改變未來的 其實還有阿里巴巴、京東、騰訊這些股份 其實都是一些基金的核心股份 所以來說,我覺得在中國經濟向的大前提之下 其實都應該要買一些新科技股的東西 是的,除了如果有佈足我們一週兩月的觀眾 我們上集都有提到 其實天馬雙十一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些數據出爐了 其實是一些好的數據來的 也有叫大家可以捕捉一下一些家電股 那家電股的確是 隨著雙十一的一些銷售程式出爐的時候 在A股方面都有一些起動的 是的 那當然有些起動的 但是,這個星期其實都很... 我不懂怎樣形容 就是有些新舊經濟版的法律網 就是隨著疫苗的研究理想 就是無論是輝瑞和巴契 還是俄羅斯都立即出來說 他們的疫苗有效性都有超過九成 甚至是一度有些出現不太好消息 所以西班方面也有說要再重新 就是恢復中國新冠疫苗的一些臨床測試 那在這個後疫情時期 是不是真的我們可以這麼... 憧憬或者率先炒氣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繼續捕捉一些 舊經濟股呢 下星期也有一些數據出爐 是不是可以繼續考這些呢 是啊,其實我看回第三季的中國GDP 其實表現都不錯 其實都... 暗季都升了2.7% 到4.9% 其實有些前瞻性的指標 比如好像... 星期一出那個... 中國公佈的三頭馬車數據 那其實第一頭馬車 其實... 公佈的新加值 如果大家現在都看到 其實在最差的時期 就是年初那時期 其實跌1.1% 但是你現在看到 隨著疫情過去之後 看到公佈的新加值 在9月那時 其實已經去到6.9% 那下星期一 出來的那顆數 其實市場是軟的 雖然有一點回落 去到頭殼頂看到的6.7% 但是其實都是一個表現 都不錯的表現來的 另外就是第二頭馬車 就是固定資產投資 其實固定資產投資 大家看到是由年初那時 哇...大跌之後 然後其實現在回到一個正數 去到... 升0.8% 那現在市場預期 就是... 10月份的那顆數 其實可能會... 比9月份升一半 去到1.6% 其實那個表現都是相當之不錯的 那最後就是... 社會消費反應零售的方面 就是... 很多個循環的嘛 就是谷內需嘛 就是9月份的那顆數 已經是... 又是回升回到3.3% 那去到上個月份 就是更加... 大家有很多出行 就是... 購物意欲馬上爆了 但是... 哇... 全都出來之後呢 其實... 就是... 大家市場預期 都會去到... 有個... 連接了5%的 那整體來講 其實這三樣數 其實來講 就是見到... 其實這陣子的市... 有些... 有些... 震動... 有些... 滾動的... 那樣的疲弱 那... 但是... 如果介紹一下下個星期 一出的數 好過預期 或者符合預期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市有機會 在這些水平上站穩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望著 這幾顆數的 大市亦都可以平穩地 可以樂觀一點點 那如果... 譬如我真的想... 捕捉少少這個... 這個經濟股的板塊 你又覺得可以... 就是看一下... 留意下哪一類型呢 那其實... 究竟經濟股 我覺得可能... 就是炒一些... 最好越殘越... 扔得越殘的那些 又彈得越賺 對不對 是的 但是你的銀行股... 是的 是的 哇... 40元 哇... 但是我覺得... 都是內人啊 甚至是基建股... 水泥啊 那其實我覺得水泥都不錯 因為... 就是冬天啊 冬天其實是一個... 用水泥用得多的季節 其實之前一段時間都是... 按住按住 那我覺得可能水泥啊 基建啊 這兩個辦法 會走好一點點 嗯... 那... 今個星期呢 除了大家已經是... 就是市場 那... 六觀衝警地 就是炒這個... 後疫情的時期之外呢 那... 也都是有炒這個... 這個... 後拜登當選的一個... 的一個時期 所以就說真的有一個... 就是... 佛林寶似的地方 還未... 即是... 有一個敗選的宣言 但是就有很多方面的... 就是一些... 資料... 是... 其實都相對地應該是運操性 很多國家都公讀拜登 但是如果真的炒這個後拜登當水時期 一些之前被打壓或者制裁的股份或者板塊 又可以是不是是時候追求一下 例如類似一些5G 之前就說不供晶片給你 也要打壓你們的5G發展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留意一下 是的 其實我覺得晶片股有些晶片股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下星期有一個很大型的電子展 在中國舉行 在上海舉行 就在下星期一至三 其實這個電子展有很多很厲害的參展商參展 包括中資那邊 有中芯 大家很熟悉的 還有北方華創 北方華創其實是一間做晶片設備的 很出名的公司 另外還有中國電訊 內地三大電訊商 還有就是礦士 礦士其實是一間AI晶片的公司 做AI系統的公司 還有外資很出名的公司 美國的就有德州儀器 還有歐洲的 歐洲兩個強勁的派系 一個是NSP 還有鷹菲林 還有ARM ARM這間公司 是很出名的 尤其是近來NVIDIA 這個軟件收購ARM 當然希望收購到 如果收購到 NVIDIA的股價 這方面會爆上去 中芯剛剛出了一個 季季或業績 就是第三季 都是有盈利 是按年增長1.2倍的 他都有提到 其實部分美國生產的 設備和材料 雖然都有些延期 但按貴的收入也有增長超過一成 是啊 另外其實看回會議展覽的 峰會的名稱 一看 有很多個5G 有5G 5G 5G 其實很明顯 整個會議主要的主題 就是搞5G 其實5G 假設家在這個會議 在這個會議展覽裡面 其中一個會議論壇 可能放一些好消息出來 其實將會利好一些5G股 大家有什麼5G股呢 我想大家應該要截圖 那這幅圖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整條5G產業鏈 包括有美國 內地 甚至是香港 即是香港上市的公司 所有的5G股都包在這裏 魚圈那些就是 香港上市的5G股 包括中興 摩比 京訊 還有中國鐵塔 我知道 中國鐵塔是散戶的 都算是愛股 我也知道京訊通訊 曾經都有看好的部份 但是今年就有一些影響 股價也有跌下來 你曾經都有提醒過大家 其實要觀望一下才有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個展覽 衝敬這個5G股 是不是現在這個水平 大概兩個多度 是否可以開始後退 其實我想如果最重要的是 拜登和特朗普 特朗普要很順利地移交的政權 如果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在這個水平 尤其是供應5G晶片的設備 甚至是相關的顧分 其實都可以慢慢看好一點 始終中美關係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這些顧分其實都會比較好 即使到底都要看特朗普 在身上 是啊 反而不是看拜登 最重要是看特朗普 是敏朗普 另外其實這個電子戰 還有其他兩點 其中一個就是 功力半導體 那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功力半導體 功力半導體 其實就是 現在市場經常講的 那樣東西叫RGBT 即RGBT其實是控制什麼 其實細節 現在看到的洗衣機 冷氣機 大件的有什麼東西呢 就有譬如電動車 還有高鐵 甚至是戰艦裏面 都好 多時都會用到IGBT 這些功力半導體的設備 在這個戰艦裏面 如果有些 好像剛才所說 5G有什麼利好的消息出來 其實IGBT 香港上市的 其實有些概念股 其中 在這幅圈 有很多公司 其中有兩隻 其實第一行 那兩隻 一間BYD 就是比亞迪 第二間就是中國中車 中國中車 其實不是藉著受惠 其實是 其中一間公司 就是 398 這間公司 專門做 其中一個部分 其實是做一些 IGBT的設備 其實如果 那間時間 有什麼利好的消息 其實這兩間公司 其實都會受惠 可以留意的部分 其實都很多 多謝Ricky 今天 真是悉心的準備 很多很充實 很豐富的資料 那好吧 今集一周兩件事 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